今年的ET股股推介是《青道啤168》 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業說早選選原因是 內需消費是穩定內地經濟中流底柱 市場憧憬兩會有穩經濟和穩內需的措施 商務部說將千方百計推動消費持續恢復和升級 內需消費股之中認為可以關注青啤 全國兩會將會在今個星期五開始在北京召開 市場認為中國經濟面臨挑戰應對的關鍵在於穩內需 內需消費板塊之中市場比較看好啤酒相關股 稱啤主營啤酒銷售業務以青道啤酒為主要品牌 營銷70個國家和地區 目前集團在國內擁有62間啤酒生產企業 市場份額位居國內啤酒行業領先地位 走勢上,青啤目前原去年10月以來的上升軌向上 投資者可以在10天線大約76元附近吸納 以前浪頂92.6.5元為目標 主要大行年初至今對清低的目標價平均是大約96.5元 如果跌穿71元便建議減持 有種人的目標 人們的背景 就已經不滿足了 毫無礙遇